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文有记 金华城案 检方侦查进入了最后收尾的阶段 那今天是第五度 借题了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那媒体又拍到说 他是从球车下来之后 他依然是坐着轮椅 他是戴着口罩 可是仔细看他手上是抱着一叠资料 至于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则前一天第八度来应讯 传出他为了利拼交保 他有问必答 还记得克文哲第一次吴宝警回的时候 传出说他曾经问过 有检察官背景的国民党立委吴宗憲 问他说这USB被破解会怎么样 但是吴宗憲今天是脖子的 好那么受到讨论的 还有前两天 柯文哲被提训 下球车的时候 他没有戴眼镜 那这是在打什么样的pass吗 他的远亲兼心腹橘子徐子瑜 人目前还在日本 迟迟还没有返台 不过他的黑历史 一一的被翻了出来 不像黄国昌讲的他那么单纯 橘子偷拍的习惯 不少议员都说他自己受害 橘子还有哪些黑料 今天我们要深入来讨论 好在讨论之前 首先为您知道今天来宾第一位 欢迎民进党立委张鸿路 大家好 好 继续欢迎到的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有机好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何梦化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有机好 大家午安 欢迎自身媒体人邱敏玉 有机好 大家好 欢迎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大家好 好 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从沈庆金今天第五度被提讯 开始来看起 戴口罩手上还拿着一叠文件 坐着轮椅现身北检 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10月初曾身体不适住院 正是他出院后首度遭北检提讯 现在那个球车到里面要立件 随着立件在开庭 恐怕得先刷盘推演 因为前一天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已经第八度被借题 证据时间长达八小时 传出彭震生对检方有问必答 力求交报 彭震生心里面的不平衡 恐怕就是 柯文哲一开始可以无保请回 彭震生大概身心俱疲 选择来跟检方来合作 前任检察官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认为柯文哲高几率被起诉 也预估起诉时间点 这么重大案子 我相信检察官一定会在10月31号 以前他就会提出炎压的申请 否则就是会11月4号之前就会起诉 但现在吴宗宪还被爆出 之前傅坤其母亲攻击时 柯文哲曾在飞机上问他 USB被破解会怎样 我跟柯主席完全不认识 那当天确实也有人 谈论起这个 在闲聊的方式 然后我讲的也一定是检方的SOP 如果有人要打舞台演戏 从法律制度面之外 要消费柯文哲主席 我是绝对不会配合演戏的 主席出来的那几天 在跟我交换意见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当天一起行动的黄国昌 也澄清没这回事 不过USB里头的数字 深挖下去 似乎都直指是柯文哲的 政治现金扫金库 检方侦查进入收尾阶段 真相越来越明朗 好 目前呢 检调针对金华城案 持续侦办当中 那现在似乎呢 也已经来到了最后的阶段 我先请教明玉姐你怎么看 因为关于说今天省庆监呢 他是第五度被提训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他这一次 依然是从求车下来之后 坐在轮椅上 可是呢 他手上是抱着一叠资料的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前几次 包括说他8月30号 被急压境界 那9月5号跟9月13号 他二度借户就医 申请聚保停压 那25号呢 他四度提训的时候呢 远景还曾经爆料说 他能够站着 不用被搀扶 他有办法吹口哨 可是后来呢 又因为什么细菌感染啦 到医院去开刀啦 住院了14天 这个时候的申请聚保停压呢 遭到了驳回 那到今天第五度被提训 他手上是拿着文件的 可是我们来比对一下 他跟柯文哲时间点的这个问题 你看到柯文哲 10月1号的时候 是拒绝应讯的 10月1号他拒绝应讯 也就是说这个在 沈庆经10月1号他住院的时候 他拒绝应讯 可是呢 15号 沈庆经回到了北索的时候 柯文哲第五度提训 他没有戴眼镜现身 那当然外界就好奇 为什么会没有戴眼镜 也就是说 这两个中间的时间点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 当然啦 就是柯文哲的一举一动 大家都会放大观察 甚至还有人讲说 他没戴眼镜是不是一个信号 对 那我觉得有点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吗 不是说他的那个褂蜜 是放在口袋里面吗 这当然他是不是一个暗语 这个我们不晓得 那譬如说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那沈庆经 那为什么昨天忠实话 就突然开了那个记者会 然后今天沈庆经又被提训 那这中间有什么连接 如果说要连连看 也是可以啦 那我先回过头来 我先讲 就是说 为什么说下礼拜 下礼拜对于沈庆经 应小微来讲 因为他们是D-day 因为你10月29号 是他们这个积压 两个月期满 那如果说要延长积压的话 检方必须再提前五天 也就是10月24号 就要开始申请延长积压 那如果下个礼拜 也就是10月24号下礼拜四 如果沈庆经跟应小微 他们两个都已经被 这个说申请延压的话 那看起来柯文哲跟李文中 这些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共犯结构 所以看起来柯文哲 虽然柯文哲的D-day是 11月5号 柯文哲是 柯文哲是这个9月5号被压的 那所以他的D-day是11月5号 刚好美国总统大选投票那一天 所以就是说 但是为什么说下礼拜是一个 对柯文哲他们会不会延长积压的一个重要关键 因为他们都是连在一起 就是一串肉掌 那现在对于这些人来讲 比较不利的是说 因为第一个橘子没有回来 橘子确实是关键证人 还在日本不回来 因为很多因为外界都指向说 柯文哲的那个USB 是这个橘子是他的经手人 那橘子如果说 那里面很多的这个 包括一些这个最近的一些密件 都被都被解密了嘛 那分别包括我们讲了很多次的 魏京的魏京小省1500 然后王立凌的500 陈银柱的300 甚至连这个谢 那个谁 那个基隆市长谢国良的200 他都承认了 所以这些都已经不是时间 看起来就是钱的状况之下 里面是不是还有更多 可是你姑且不论说 前面是不是有更多 你光是我们刚刚讲这几个人 1500 500 300 加加200就已经2500了 对那2500 现在就是说大家好奇的是说 2500你都是寄在 那个柯文哲的USB里面的 等于是在内脏里面的部分 对在内脏里面 对那像谢国良 他也产生说他给他200 这些钱钱钱去哪里 对所以看起来只有橘子 知道说这个钱的金流去哪里 不然柯文哲会讲说 这个就是就是 就是这样写啊 这样这样写你也查不到金流啊 那当然啦 你也可以把许永明的例子拿出来 因为许永明当时也是 就是说还没有拿到钱 但是他还是被重判 七年四个月嘛 那你只能说他们是 期约会选 但你也可以说是 是这样子 就期约 期约行贿 期约行贿的部分 那所以看起来啦 就是说 现在这个对柯文哲 比较不利的是说 举止没有回来 然后还有他的案情 是非常非常复杂 基本上你每个案子 都可以成一个独立的案子 比如说我刚刚讲 我举例讲 那个谢国良那个案子 谢国良案子 如果现在有人去告发的话 他那个200会不会是酬赢丫兔 那个就可以变成另案 另案可以变单独一个案子来侦办 所以你对这些检调来讲 他现在这么多人 通通都这个约缠一整挂 还有这个七个人被羁压 这个案子非常的庞大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你对柯文哲再严压两个月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 有可能性比较高啦 那最后要讲啊 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 沈信经跟那个李文中 就是都都没有要认的状况 尤其昨天那个忠实化的记者会 他根本就是识问虚答 什么都没讲 还讲说要遵从这个主管机关 真巧不中开 那他也没有说要停工 所以看起来 因为沈信经还是有绿建 那代表说忠实化还是要看沈信经 那沈信经看起来就是 如果以昨天忠实化的态度的话 我可以大胆推估 应该沈信经什么都没有认 他只有朱雅虎方面大嘴巴嘛 就全部都都空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以忠实化 昨天态度还是这么强硬 连停工都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沈信经要 叫他认罪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低啊 是那朗东哥你怎么看哦 因为关于说柯文哲 有没有戴眼镜这个部分啦 到底要怎么来解读 可是有媒体人呢 他就说像张雨萱 他说没戴眼镜指的是 我看不到 看不到意思就是想要表达 内鬼没有打pass给我 真的是如此吗 好那吴静也说 柯文哲没戴眼镜是大事 他觉得是暗号刻意没戴 是条纲的啦 你怎么看 从柯文哲过去到现在 其实好像也没有记忆中看过 他把眼镜拿下来过 其实是有的 我再去回想 就是蓝白回之后 准备要反悔先哭 哭完之后 眼镜拿下来了嘛 哭完之后眼镜带回去 所以是不是表示说 最近信里面很难过 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还是像大家所想的 是一个暗号 其实我比较倾向 这可能确实是某一种暗号 例如说他可能有认罪没认罪 或者是他了解某些这些内情 但其实他暗号的形式 总是有极限的嘛 因为他身上的衣着 都是看守所里面确定的 所以他顶多能够改变 就是这个扣子 是不是要多扣一颗 少扣一颗 能够变化的很少啦 但是他玩这些花招 我觉得对于北俭人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没那么在意 因为你看北俭人 他最近非常密集的去约讯啊 这个非常多这些人 朱雅虎啊 还有李文中啊等等的 那等于就是把呢 这些被收押的这些人都认 都抓 都抓进来再问了一次 那因为刚刚明镜姐有讲到是说 下个礼拜四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必须要在五天之前呢 去讨论要不要去延压嘛 那下礼拜四刚好就是呢 这个映小威 deadlight的五天之前 所以礼拜四的时候呢 如果呢这个检察官有去呢 对映小威提起延压的话 就表示说 他觉得需要再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去做侦查 那其实不管是柯文 或是黄果昌 在他们当时在之前的时候 就是在讲说 啊你有种就压我啊 两个月这就把我起诉啊 他们其实就很害怕被关四个月 那其实到底要调查两个月 还是四个月 跟案情轻重也没有绝对关系 纯粹就是看说 你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 有个完整的这个图像 让这个起诉处可以好好写完 目前来看啊 如果检交说要再两个月 我觉得并不为过 因为这案情真的是太复杂 而且一个证人签一个 然后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确认 还有种状况是说 有些人一开始没有讲真话嘛 但是有别人讲真话 就说谢国梁说 他确实只有给两百万啊 那些没讲真话的人 就会被再找来重新再问一次 那因此那但是为什么 现在他们检交 这么积极的去讯问 柯文哲审心机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因为到时候在延压庭上面 那辩方律师就是柯文哲律师 沈庭晶英律师会说 你明明可以问啊 你就故意拖时间 你都不讯问的这些呢 就被收押的这些被告 然后那结果你就是 故意把时间拖掉 所以检交呢 就是要表现出一个态度 就是我已经尽力 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认真的 就每天都有办案进度 可是没办法 关键证人还在海外 而且案情太过复杂 所以呢就必须呢 要做两个月再延压 然后继续把案情呢 这个兜得更完整 那因此我觉得是说 客人被延压的几率 还是相当的高 那沈庆晶 你看他这个有点奇怪 他一直在想说 哇我要保爱就医 保爱就医 究竟是但是呢 北所的这个医生的判断 是说不需要 他在所内就医就可以了 那他要保爱就医 最简单的两个理由嘛 第一个外面比较舒适 那个医院那边的话 外面的医院那边 里面的医院自由 比较舒服 他可以找一些 他的这些看护啊 随虫啊等等的 他比较习惯 但是对于案情来讲 影响最大的是说 他一旦离开 看守之后 他串供的几率 就会大幅的这个提升 那而且你看他说 他身体很差很不好 然后就吸进感染 一回来之后 还有心情拿着那个资料 紧紧抱着他在楼底上面 然后就是随时随刻 自己就要复习 你身体要是很差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精神 去看那些资料嘛 那他经理把外部 这个资料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不希望呢 是说呢 在检察官的询问当中 他要露出任何的破绽 所以他的心里面 心心念念就是说 希望金华城能够赶快 这个完工啊 然后希望其他的被告 都不要招任啊等等的 但是你看到是说 那像彭震生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说 他有无恩必打 因为对他来讲 钱又主要不是他拿的 然后他要承担 这么重的一个罪责 当然他是没有必要 如果他现在全部都认 等于是转为污点证人的话 相对这个减刑缓刑 都是有可能的 那因此这个案情的话 我想他会继续持续的这个办下去 那我们就继续再看 柯文怎样在未来的这个两个月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奇怪的花招在演出了 是那友红哥你怎么看呢 因为除了说我们刚才提到说 沈静晶他之前不断的申请说 要这个聚保停压啦 希望说身体不是的关系 到外面去之外 可以看得出来说彭震生 因为他17号的时候 8度提讯的时候 他是为了求交保 传说他是有问必答 那当然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他是真的很想要赶快出来嘛 除了他之外 朱雅虎也是嘛 10月9号他提了抗告被裁定羁押 17号他2度抗告 依然遭到了驳回 还是羁押确定继续关 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 他其实是很想要赶快出来的 其实我相信 连柯文哲都很希望赶快出来 没有人愿意失去自由啦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看 其实彭震生提抗告 朱雅虎也有提过 沈静晶他希望一直拼说 他能够这个 用他健康的理由能够被交保 能够离开这个监所 但是坦白讲这种困难 困难几个点 第一个 每一个证人的说辞都不一样 重点在这里嘛 你看有人承认行贿的就是朱雅虎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院是觉得说问题是 你承认行贿210万 可是你行贿的目的是要拿到这个容积率 就是北市府超给他的20% 这个容积率总共840 对不对 840%的容积率 你只拿总共有111点多亿元的获利 不法获利 有钱在后有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只有拿210万 所以认为他讲不完整嘛 但他承认了嘛 对不对 也承认有行贿了 但是这边有承认行贿 那收贿的人不承认啊 那总共不可能有人行贿 结果没有人收贿嘛 不可能这件事嘛 所以第一个就 你们讲的不 说辞都不一 既然你们每一个人说辞都不一 我现在怎么让你们出去啊 关键是这个嘛 每一个人说辞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人说我有 我确实有处理 但沈庆经说我没有 我没有啊 我没有交代啊 柯文哲说我没有收这个钱啊 那彭正经说 我也没我没有收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被交代要做这件事情啊 那柯文哲说 没有我也没有交代彭正生 彭正生建议我的 我是依据他的专业经验来看嘛 专业素养来看来评论 我就说好我只是盖个章 就你们大家讲的都不一样 大家讲的都不一样的时候 请问一下 检察官跟法院要怎么信任你们 出去不会串政 检察官要怎么信任你们 这个案情目前 尤其是法院 他会相信检察官 这个案情真的很复杂而且有人在隐匿 而这个隐匿事实上都是有证据的嘛 那个证据包括什么 包括那个USB嘛 那个证据包括有人承认行贿嘛 那USB里面写的 除了这个 这个之前讲的这个 这个审庆经的这个1500之外 不是还有谢国良200吗 对 谢国良他其实某种程度他算承认了啦 他只是我不要谈太多嘛 家族企业确实跟 这柯文哲有一些往来嘛 其实什么往来大家都知道啊 柯文哲他们整个民众党寄生在哪里 台坡嘛 对不对 他们总部就在台坡 台坡跟谢国良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就是亲戚嘛 是他没故事嘛 所以 这个200万他也没有否认喔 就他问他 他只说我们家族企业确实有跟他有一些互动什么 他也没否认说我200万 他只是说 因为检察官在办 我是要尊重检察官 其实他没有否认 要不然的话就像蔡碧伦这样 我要提告告这个州官 他也没否认也没提告啊 对不对 那他也没有必要去占柯文哲一咖嘛 所以看起来 都有人承认了 然后你们通通有几个人不承认 再第三个就是举止不回来 举止是关键的证人 他还不回来 重点是他出去的时间是哪一天 他出去的时间就是 应小微他们被搜的那一天 应小微那天也是要出国啊 对不对 所以直接被搜押了嘛 被去直接去搜 然后去机场就把他搜押嘛 举止也是那一天出国啊 所以整个时间关键到 怎么这么巧合 是巧合到你们都收到讯息 然后巧合到收到讯息 就开始就叫人家走走走走 就是这样嘛 那时候应小微也想走啊 对不对 所以对于法院来讲 你们这些人如果要申请说 能够这个保外 不管是保外救育 还是能够这个交保 问题是你们的案情 都没有真正的交代清楚 即便已经承认行贿的朱雅虎 也没有交代清楚 第二个是 其实今天阿苗才在讲了啦 就是说这个不合理地方 当这个北柬跟那个北院地院 都已经很清楚 就是我已经压了这个金华城的土地嘛 那这不合理在哪里 今天又更证实了一件事嘛 然后阿苗就问啊 阿苗是直接在议会问 因为当初啊 他这个金华城总共提了三个创新 让北市府给他一个什么 20%的容积率 加起来就是80%的容积率 840%的容积率 结果你知道他讲那个创新里面 包括什么 包括任养这个公园 然后任养公园旁边的道路刨铺 结果阿苗现场就看 这公园已经很漂亮了 最多打扫率 而且那个道路刨铺大概40万 哇你40万的东西 金华城给市政府一个公益 40万的东西 就可以换到111亿 这么庞大的这个容积率 这合理吗 这完全不合理 更不合理是什么 阿苗还问 阿苗就问 他说 苗苗就问说新工处 问这个处长说 他这个路面刨铺的这个资料 先不要管说他是一年还是50年 一次性还是多少钱 他只问他说 有没有收到施工申请 有没有收到相关的计划 这个台北市新工处的处长 林坤虎的回答说 目前尚未收到更新路面的相关图说审查 及施工申请 你这个金华城当初是说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台北市政府才给你这个容积奖励 到现在人都压在里面了 他们还没提出来 这是第一个荒谬 第二个荒谬 一样就问公园处的处长 说这件事情任养契约 公园处处长说 今年8月17号才收到资料要申请 你开什么玩笑 你当初都已经用这个东西去骗了台北市政府 不要说骗啦 你就说我是要这样子来申请这个容积奖励 柯文哲也因此给你这个容积奖励了 然后到今年8月 人都已经要被办了 要被收押了 才送出这个申请资料 这整个来讲我相信这些新的市政对于法院来讲 对于检察官来讲 就是你们持续在说谎 那你们持续因为人很多 你们持续在说谎有证据是不是可以办可以办 但因为你们持续在说谎 你们会不会出去全部开始串供 还是逃跑 因为举止现在就不回来了嘛 看起来我希望他赶快回来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不会信任他们 这个地医院也不会信任他们 是那这部分请教这个孟华议员 你怎么看 因为关于说阿苗他提出这个时间点 如同刚刚这个永宏议员所提到 他呢进华城市靠着任养公园 跟修路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容积 那今年的8月17号 才提了这个改造的申请 结果不到半个月 应小微就被约谈 那就觉得这时间点是不是会不会太巧合 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说 检调要开西班 开西班要抓人 所以才赶快认养 你觉得这样时间点的质疑 你怎么样来分析 其实我觉得整个金华城 这个20%的容积率呢 我们讨论了非常多 不管是呢从两次的 就是法官的积压庭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觉得说 这一个其实就是有争议的状况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之前的就是监察院的报告里面 这20%的容积率都已经被认为 说有事法性的问题 是不是违法了 所以现在呢 其实台北地方法院呢 也裁定了 就是把金华城所在的土地来进行扣押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几个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20%的容积奖励 是不是违法 我觉得目前呢 法院的已经表态的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们现在要问台北市政府的事 到底金华城什么时候停工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呢 我们民进党团呢 在台北市议会第一天开议的时候呢 我们在就是权益问题时间呢 就已经问了蒋万安市长说 金华城你什么时候停工 你要表态那我们知道蒋万安一直呢 就是用什么 现在没有去勘验来用这个方法呢 来拖延 我觉得就是拖延时间便宜形式啦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法源依据呢 来让金华城来提供 我就举一个最那个比较简单的案例 第一个就是建筑法的第58条 导播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手板 他第58条的第一条呢 其实有讲到说 妨碍都市计划者呢 可以来就是进行 就违反了都市计划法 他就违反了就是建筑法 其实大家也没有记得 其实在9月的时候 金华城案呢 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 李四川副市长呢 是有受访的 他受访的时候说呢 如果违反了都市计划法呢 就停工 他又加了一句说 法院要判决下来才算 其实这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法院 他要判的是土地 这其实是刑事的部分 其实呢 金华城要不要停工呢 有没有违法 台北市政府 他是一个全责机关 他自己就可以来决定 有没有违反都市计划法 台北市政府说了就算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吵得很多的 就是中山赤丰商圈那边 他们就因为违反都市计划法 那时候市府就给他们 就说那边违反了 然后就来就做了一个裁决 那为什么金华城就可以不用 就继续的以拖待变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这个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市政府 目前的态度 就是不断的在拖延 而且他拿了非常多 其他的法律 例如说 法律明明就是 法律明明就是用扣押 金华城那块的土地 他们却是用假扣押 来讨论这个案子 用民事的方法 来讨论案子 他们就拿了 因为法规 我觉得规定的 没有非常明确 他们就拿了非常多 我觉得是对市府 比较有利 可以来拖延的方法 不断的呢 在拖延 我觉得金华城提供的案子 所以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监察院的纠正报告里面呢 有提到说 市府到底这个金华城 这20%的容积率 到底是符合了 什么的分区发展计划 我们如果来讨论说 金华城有没有违反 都市计划法的话 我们就回到这里来看嘛 当时监察院就问了 这个问题 到底金华城 有没有符合 这个分区发展计划的 子计划呢 他必须要符合了 他才符合了 都市计划法 北市府到现在 监察院的报告是1月 现在他们没有提出任何 金华城有符合吗 监察院的疑问 其实北市府 完全没有去回答 那他这样不就违反了 都市计划法吗 那如果违反了状况之下 为什么北市府 还要不断的拖延 还要不断的再说什么 没有去勘验 所以就已经时时停工了 他明明可以 马上的来说停工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 非常的没有担当 李四川 他其实也是建筑所 专业出身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蒋万安 不管是李四川 面对到金华城的案子 不知道是不是考量到 可能威京集团 他们可能之前有当过 国民党的中常委 或怎么样等等的 虽然说呢 好像他讲得很明 不过他们就是 不断的以拖待变 不断的呢 不想要让金华城 立即来停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话 他们讲的内容也是 他们也是说 就是要尊重相关的结果嘛 但大家都在拖啊 那如果市府 不拿出盖子来 难道让金华城 继续盖吗 他要让他盖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市民的那边 其实已经够塞了 很多当地的议员 也有针对那边的交通问题 如果那也真的盖了一个 容积率那么高的建筑 相关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市府完全没有来考虑 完全没有要停工 我们真的希望台北市政府 拿出盖子来 不要在那边一直拖拖拖 好好的赶快来让金华城 立即来停工 是那洪路远 你怎么看呢 关于台北市政府 在这一块 昨天这个中石化的高层 出来开了记者会 他们说 金华城要不要停工 他说就等候司法结果 尊重台北市政府的决定 可是呢蒋万安他怎么说 他就一切就看法院的裁决准不准 法院现阶段 就是核准金华城土地扣押 市主依法不予施工勘验 可以目前看得出来说 其实中石化就把球 踢回给蒋万安 可是蒋万安好像也没有想要 特别去强硬的处理这一块 我必须说啦 蒋万安对这一块 他应该不懂啦 真正在台北市政府懂的人 应该是李四川或什么 所以他是不懂 还是他不敢去做 我觉得他第一个他不懂 不懂导致他不敢做任何决定 我跟你讲这个是专业的问题 他不敢 但我相信他的公务局 或是李四川 应该会有给他一个专业的意见 你给他看 我认为金华城 这个案子要不要停工 我认为停工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问题已经这么多了 而且土地也被扣押了 我认为停工是迟早的事情 但哪个时机点停工 我觉得啦 市政府他当然要这样讲啊 说法院怎么样 其实我必须要说 法院已经确定了 这一块土地被夹扣押了 那你被夹扣押了 其实银行团的债权 我认为啊 这个不是有多大的问题 那未来如果 有别的去接也是可以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 所以台北市政府要不要停工 应该是以你专业的角度 还有依所有的法令依法去行政 就好了 你不用拖给法院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 我觉得啦 台北市政府现在为什么不敢马上停工 它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未来如果 我们讲如果 但这个机会我认为很小 如果金华城胜诉了 那金华城要求国陪的时候 那台北市政府他可能怎么办 要被国陪 这对讲话来讲是一个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其实市府对于这个要不要停工 就是我强调一个就是依法 然后呢安全 我就只有这两个嘛 一个是依法去处理 一个是这个工地马上停工 会不会有安全的问题 只有这两个 但台北市政府完全没有讲出专业的任何一句话 然后把他推给法院 然后推给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市府 市府你有你的考量 你要说清楚不要推给法院 我认为有什么安全呢 他可能就是说 这一个如果因为我们看 我们从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他可能这个地基好了没 我们不知道 但他的那个铁板 他的所有的这个已经到了 我看应该有三四楼的高度 但地下室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已经 那个屋顶 楼地板面积是不是都已经封好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市政府考量的原因 不然你如果没有 以后那边成为一个大下雨 然后一个怎么讲 大水池这样吗 大水池在那边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安全的考量 所以我必须要说 台北市政府你应该依你的专业 依法跟安全你来讲 而不是你把它踢给法院 踢给什么 你这样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市政府 那我认为你现在就应该跟大家讲 你的停工标准有哪几个 一个如果地下室的楼地板面积是好的 人没有安全的疑虑了 那是可以达到我们把安全的部分排除了 那其他的呢 就是法令依法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什么时候要停工 我觉得啦 说什么不堪厌 不堪厌当然是一种所动 我讲一句不客气一点的 如果你真的要让他停工 你有一百种方法 我必须说有一百种 为什么公安重不重要 我如果去看你的公安有问题 其实也是可以要求你停工 有好几种方式 不是只有他们说的这样一种 就是你是政府 如果在安全没有疑虑的情况之下 我说的你今天开始 你有一百种方法让他可以停工 我说的公安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我跟你讲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我跟你讲你每天派人去检查 每天派人去检查 我相信讲句难听一点 要找你麻烦还怕没有吗 如果找到你的麻烦了 依法行政我强调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可以停工啊 我讲句比较不客气一点的 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戴安全帽 有没有违法 是 那要不要停工 已经被王毅川拍到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 那要不要停工 你一个人没有戴安全帽 依法令来讲我市政府可以要求你停工 就是有公安疑虑嘛 不是有公安疑虑 你没有戴安全帽就是 就是违反公安的啊 不是疑虑啊 就违反公安啊 你台北市政府 如果没有安全的疑虑之外 你随时可以停工啊 公安就是可以停工啊 那你台北市政府讲了那么一大堆的东西 你 你是你配不懂法令 法令的人而已啦 不然呢 真正你去问所有的建筑师 所有的跟这个懂工程法律的人来讲 这个本来就可以马上停工的啦 因为他已经有被发现了 我要强调就是说 他已经有被发现里面有违法了 你就停工就好了 什么叫你不去勘验 你不去勘验是没有作为 只是让他不能继续盖下去而已 适而不见吗 不是哦 我强调不是适而不见 出的适而不见出来 只是让他不能继续盖下去 不是停工哦 这差非常多哦 在法律政治上的这个层面差很多哦 你不能继续盖 跟我市政府给你停工 有差很多哦 我给你停工之后 你要复工要不要申请 我要准你才可以哦 但我没有 我是没有给你勘验 只是让你现在不能继续往上盖而已啊 这差非常多哦 台北市政府从头到尾是在保护自己 保护蒋万安而已 他没有从任何的法令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哦 因为你这边稍微补充 我有一块补充一下哦 我觉得蒋万安其实就是在保护金华城 保护省庆庆啦 因为现在如果停工下去哦 那个后续 包括可能那个金融的断头啊等等 可是更重要的是 台北市政府 我先讲这有一个是正当性 一个是手段嘛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正当性 要去把金华城停工 当然有嘛 因为他就是一个违法的容积奖励嘛 那这违法容积奖励是谁不当利益 是谁受害 是台北市政府受害 所以依照行政程序法 你前一个行政处分是有问题的 我下面就可以用一个行政处分 否决掉前面的行政处分嘛 那有问题是已经很清楚了 北院已经同意递检去把它扣押下来了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讲到说法律上说什么 不能够让他停工才怪咧 你如果现在没有让他停工 我问你啦 他这个我给你罚个九千块 到时候缴个代金 他可以赚保保 你北市府在想什么 不当利益就这样给他一百多亿吗 所以你要让他停工 那停工有很多手段啦 我刚讲一个公安啦 我告诉你太多了啦 我给你教啦 你去劳动检查就好了啦 你去看他里面的公寮啦 你去看他道路周边有没有交通计划 你知道有鹰架有那个高台有交通计划 你去看他高台里面有没有去申报啦 每一项都要申请啦 一天检查一个 你要知道喔 疫情期间我们其实很难 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叫人家 就啊你这个疫情停业什么什么 虽然后来开放 可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 他就叫每天去领检啦 餐厅领检 领检到人家我开去不要开啦 他这个目的不是要说我去刁难你 而是要我要告诉你说 因为你目前金华城 你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你停工 因为你这样子未来得到不当利益 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家里都有可能以后 想要希望都更或改建 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福利 然后你北市府不处理 就是让他继续违法 让他继续能够得到这个不法利益 那我说真的 蒋万你不是没担当啊 你是继续在土地金华城 是那家里这部分你怎么看 关于北市府在处理这件事的态度上 当然会批说是太软弱 那当然党内的这些议员 包括像是游淑慧 像是钟小平也认为说 就是要赶快有座位 也赶快停工嘛 可是现在北市府的处理态度 似乎好像没有想要有一些座位在 我觉得不管是蒋万市长也好 或是李四川附上 甚至所有的台北市官员甚至是议员 我觉得大家都是基于保护台北市政府 基于保护台北市民的立场去出发 所以我刚刚我觉得红绿委员说的特别好 等于说今天这些东西停工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right now 现在很多的议员 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有部分的议员 也是只是说 现在就应该拿出Gods 要拿出强热态度 也要去发热令停工 但是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现在不管是北约也好 或者说是中石化的记者会也好 基本上都是把所谓的依职权停工这件事情 推回台北市政府 当然要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台北市政府如果真的硬起来 我要求金华城 你现在就给我立即热令停工的话 他可不可以提法律诉讼 你依什么职权让我现在就要热令停工 他可以只问你 他可以去跟你打法律诉讼 那现在在过去 因为质疑的柯文哲进华城 实在的疑似弊案 图立弊案 那现在他们都说 他们看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强调是什么 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也没有图立 这些东西要等到法律判决下来 所以大家会许考 说我也希望他可以停工 因为真的是所有人 已经讨论好几个月的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他要提供 但是站在基于 我觉得市长或是官员是议员 在基于市政府 政治市民的立场上 我如果今天 我去要求他热令停工 我们一个法员依据 站得住脚的一个立场上 只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很明确 他就是图立 或是他就是有20%这东西 可能未来会是确证 确凿的情况下 那假设他提一个 那是不是更浪费台北市民的 何必要去打这个官司 我相信如果今天马上热令停工 今天我才能马上跟你干起来嘛 就说我今天你凭什么意义拿出来 不然就法院借嘛 这是我们在当议员最常看到 或是市政府最常看到的 你要法员依据 才你热令停工嘛 对不对 我补充一个 我刚刚说的是 在安全没有顾虑的情况之下 台北市政府有100种方法 让他现在就停工 我觉得我的前提是这样 那你的法律诉讼什么的 那当然是又另外一个层次了 但我们可以去看 很多的工地 其实他的建造 他的建造什么都是合法的 但他为什么被停工 他为什么被停工 公安问题 除了公安还有很多的问题嘛 那我刚刚强调就是说 你都被看到有人没有戴安全帽了 这没有违反公安吗 讲白一点就是 你都违法事实了 那你现在的停工 你也可以停几天 停什么啊对不对 你安全如果没有完全没有疑虑的话 你就可以去停工 我强调还是要依法 我强调还是因为市政府还是要依法 但你违反公安 我就是依法啊 我就是依法啊 这是一个方法 我就是依法啊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台北市有职权的 还有非常多地方的法律 自治条例可以来解决 像刚刚洪路委员其实讲到 我觉得公安法律也是 那其实像都市计划法 这个监察院报告里面已经提到了 为什么蒋万安就是视而不见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当初大巨蛋那个时候 远兄他也说什么 约跟屠说不合的地方 所以其实当时是有依法停工的 当时远兄还是做了行政诉讼啊 那我再提 其实蒋万安在台志光事件 大家记不记得 去四月的时候 台志光刚开始爆出来的时候 也是都还在调查中 蒋万安就说呢 要解除子约跟警察局 这个子约他就解除了 他当时就这么有概念 为什么遇到金华城 现在呢 出业态度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问的 你蒋万安你要做 你就完全都符合一定的标准嘛 好你之前 你在台志光的案子 你就很有概念的说 马上来解约 那现在后续的相关的问题 大家是真的有在讨论 相关法律行政诉讼的问题 这是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金华城的案子 跟台志光比起来 他更有法员的依据来解约 或是甚至可以用刚刚 洪文员说到公安等等的问题 来做相关的一些检视 那为什么蒋万安都不做 他就是在刻意在包庇危机 我们就这样觉得 所以我就补创一下 因为今天我跟王毅川 刚好去金华城对面的一家 网路媒体这一边 有个直播节目 你们今天有去附近那边 因为他就好像正对面的 一个大楼的那边 那个网路媒体来 然后我就在开播直播之前 看到王毅川 成型凝重的就走下来 原来他就是去看 金华城那边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又把这个放在 因为他这个悬上面 这个现在这个手机解析度很高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层楼 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这样的一层楼 然后真的这样 不是你到底要用哪一机这样的 对啊 每个人都只不一样的这个机 你可以看到是这么高的 这样的一个楼层 那结果呢 你看到下面这边 这位工人他有没有细安全母索 没有 他没细安全母索 这看起来很危险 直接在这边走 这下面就是地下室 有四五层楼高 掉下去是一定会出事的 另外一个工人 你看他们在最顶层 一下地下室到四五层的话 已经有七八层楼高 这两位他的移动上面 也没有看到任何安全母索 而这样的一个宽度 大概就是五六十公分 这样的一个钢梁 你脚一滑人就下去了 对 那依照公共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 讲完安可不可以叫他停工 所以说你说现在什么 没有法源依据的还干嘛 那时候骗不懂的人啊 更不要讲那是说建筑法58条 再讲一次 建筑在施工中直辖市机关 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勘验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停工或修改 其中又包含了妨碍都市计划 危害公共安全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没有妨碍都市计划 那么你讲话 你就自己再开一个 这个你都发局 再开一个都省会 重新确认一下 金华城合法的容积是多少 那你合法容积确认出来 你是五百六还是七百 确定了这个之后 你就让他继续盖 他也不会被烂尾楼 然后也不会有安全的这个问题 大家不就是能像就和乐融融的 对区域发展也有帮助 就讲话就会摆烂 就说我不知道啦 我就跟着那个法院再说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去问了这个北院 北院就发回来说 这是你市府的这个财政权计决定 然后被台北市府还不死心 说我还有寄信给北检 我也要问北检 北检还没回我 北检当然不会回你嘛 你是笨蛋吗 北检都认为是土利 什么叫土利 就是你给人家不法利益 他都认为不法利益了 那不就当然就是表示说这个事情违反都市计划了吗 所以北检的答案 从他准备要去起诉土利 就已经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就拿出自己的担当来 不管从公共安全的角度 还从都市计划的角度 先给金华城停工重审都市计划 然后在整个计划完备了合法了之后 你再给他复工 那其实对于整个附近居民的这些权益来讲 才是最有保障的 是那关于说这件事情持续在延烧 我们也持续在讨论到说人还在日本的橘子还没有回来 可是呢他过去的这些种种行径 黄国昌说他很单纯 但真的是如此吗 他过去偷拍这些行径算是单纯吗 现在很多事情都被挖出来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